位於灣仔的六角飯店 在1933年落成 之後更加在1951年時 翻新設立了月軒 成為了香港首間擁有中菜廳的酒店 而今年更巧是六角酒店90周年 月軒除了推出一系列的懷舊菜單 更加推出了懷舊點心系列 而訪問當日 就有幸聽到總廚馬榮德師傅 跟我們說六角酒店的歷史 和他們對傳統粵賽的態度 其實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是1930年的六角飯店 現在叫做六角酒店 看到都是七層的 其實在那期間之後 看到有些外界的上面 這裡有一個角旗 當時被炸了一個角落頭 有些上面記載 這麼具有歷史意義的六角飯店 更加成為了英國作家 書寫蘇斯王的世界的背景 同時都見證了灣仔的滄海桑田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告示打道 正正就是這個海邊 你有機會看到一些語語長片 看到狐風在這裡上來 就是這個位置 我經常都說 閒嘗的時候 都有說笑的 我說在海邊 為何說一說 走去都不出聲 其實可能會掉下海 然後聽馬師傅說 當時不少的名流大班 都會以六角飯店設宴為榮 更加跟對岸的半島酒店 相應成輝 兩者的地位可以說是奇虎相當 之後他還跟我們分享了當時的餐牌 當時一碗蟹王大廁 只是賣七元 但在斗嶺大過天的年代 已經算是天價了 而且當時來講 六角飯店是第一家酒店裡 是有中菜的 遙望就是半島酒店 但是如果你說 以中菜來講 六角飯店是很出名的 始終當時來講 文化水平不是那麼高 所以六角飯店在那些 上一輩的人 地位是相當之高的 如果這瓶酒店 他會覺得很威風 所以就算有半個世紀 粵賽經驗的馬師傅 加入粵圈的時候 他都要成仙啟後地 想方法去吸引更多的人 去愛上懷舊粵賽 其實懷舊粵賽主點 就是本身六角酒店的粵圈 其實有了九十年 他們主打都是一班老主庫 這件事一定是離不開的 是否裡面沒有新的菜式 是有的 因為我來到之後 我都有參與那些比賽 例如美食之翠 那些比較新派一些 參入去 但是可以參入去 但是保留粵賽的懷舊 是必需要的 當問他做懷舊賽 最大的困難在哪裏 馬師傅就坦白說了 懷舊賽其實困難 有些都是離不開那種功夫 我們經常叫做功夫鬥 有些都未必 為何懷舊菜會是一半一半的人喜歡呢 因為懷舊菜通常都不會很健康 因為以往的人吃的東西 沒有追求健康各方面 只能夠在裡面調改一下 或者再加另外的新的元素下去 這樣去改變它 所以是否現在就變得健康一些 會是有一個趨向和會的想法 但是有一陣子你說去舊立身 其實都有困難的 因為有些客人會覺得 懷舊賽不是這樣的 我們不可以這樣去改變它的想法 或者思維的話 我們都盡量原用它原有的做法 只能夠在其他菜式加演下去 例如搭配一些新派的菜 和它夾集在一起 它的價值的意識就可以改變了 所以馬師傅都明白 隨著時間的流勢 外界的菜品會越來越多 自不然人不會回頭去看懷舊的食物 但是他就認為 傳統的味道一定要保留下來 我們需要把懷舊賽再推出來 讓人知道以前是吃什麼 不只是勇往往前 只能看到現在做出來的點心 你知道都很考究 豬仔也有 企鵝也有 什麼都有 我們覺得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讓新的人看到 原來以前他們已經有做這件事 所以月軒今次的懷舊點心系列 更加有坊間少見的一些點心 例如蜂茶虎角 蛋黃麻蓉包 鮮黑銀針粉 和金錢雞 除了懷舊點心之外 馬師傅在介紹晚市的兩隻套餐的時候 都有說到自己對中食西拜的一些看法 其實中食西拜是有它的優點 亦有它的缺點 缺點是怎樣令到它的食品 正是情熱的狀況 是交到客人桌面 我覺得 但這件事正正是我們的攀調方法 和西餐有所分別 因為攀調可能是炆扣燉 需要一個熱力 人家說 顏色香味 聞到香味是聞到什麼 是由煙出發的 難怪當日的台山的蟹撥和春蓮百寶鴨 在未見到這兩個菜式之前 就已經先感受到它們好友人的香氣了 因為它的擺放而令到它冷了 我覺得這東西就不太理想 單單是說我看到很漂亮 相機先行鮮 那樣東西我覺得需要兩隻兼容 所以越牽不少的菜式 都一直保持了傳統的風味 就好像它們遠近聞名的叉燒 也是一直保存了傳統的做法 是要去燒兩次的 令到它的肉質焦香油彈性 是坊間絕無僅有的味道 還有看馬師傅製作暗煙燒雲飯的過程 他真是認真到連煎一隻蛋都有既定的準則 所以就忍不住問他了 其實為什麼對做懷舊粵菜這麼有熱誠呢 他只是笑笑口這樣說 有的其實我都很重職業病 怎麼為重職業病呢 我看到西餐或者看到圖片 我是會想的 這東西可能放在中菜那裡可以的 加上這東西原來不錯 這東西就沒有分為中西菜 都說越菜無正宗了 已經去到什麼食物都可以放下去 但你不可以偏離它的元素 和我長得透過 妳聽到我說話 永遠無間偏離它的元素 You用到什麼食物都可以 根據出eboma 離不開怎麼了 魚鴨蟹、豬牛羊 九樣東西是怎樣發揮 在外面放大眼界 我覺得師傅真的需要 需要在比賽中融會更多的知識 參考,令自己才能成長 正因為有馬師傅這份謙虛學習的心 相信除了可以令月軒走得更加遠之外 一定還可以培養有心有力的身血 去繼承她對月賽的態度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